花林一名陈信校长患有高血压却没有按时吃药 而日前在比赛网球时突然倒地失去呼吸心跳 而球友们立即拨打119 透过消防员的线上指导轮流CPR并使用AED电击 终于成功将他救回来 送一治疗后如今陈校长身体逐渐恢复 他也特别感谢当时救命的消防队员们 陈校长说他刚好是第100位AED就回来的民众 并表示当天是在比赛网球赛 打得非常开心打完的那一球 转身后就以膝盖着地趴在地上 当天是在比赛 比赛然后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可能玩得很开心打得很开心 然后打完那一球之后转身 听说转身就倒下去了 当时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任何感觉 自己身体突然不适合的感觉 应该不记得了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感觉 就转身就膝盖着地 然后就趴在地上这样 回忆起当天的情形 陈校长说本身有高血压 却没有按时吃药 参加网球比赛时突然倒地 失去呼吸心跳 幸好球友们帮忙轮流CPR 并找来AED电击 消防员透过电话细心指导 并派人及时赶到将他救回 然后其他的校长就分批分工 他们去找AED的去找AED 然后去打电话 叫119的叫119的这样子 当天就大家很感谢他们 这样分工的去 这些救命恩人 华林县消防分队高级救护员指出 急救人员到达现场时 其实患者已经透过线上医疗指导被救回 有自主呼吸与脉搏 民众愿意配合做CPR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像那天的陈先生就是 那个报案人员发现他没有 因为一开始只是报案 报昏倒了 天气热打球昏倒 会很容易误认为是中暑昏倒 后来是及时辨认出来 他是失去了呼吸 失去了脉搏 所以赶快立即进行压凶 请他们协助也知道他们怎么去贴AED 贴完之后现场确实有电击 确实有电击 电击完之后再继续的压凶 不到大概两分多钟吧 电击完之后不到两分多钟 持续压凶 就我在电话当中听到 陈先生有喘民声 就是有呼吸的喘民声 蛮大声蛮低沉的 我就请他停止压凶 重新的评估胸口有没有呼吸 就发现陈先生恢复了呼吸 然后我们就赶快请现场的 那个那位医生辅助 就是配合我的动作指引 把他回复成正常的所谓的 复苏姿势保持他呼吸到畅通 千军依法的救援行动 关键除了人 还有俗称的傻瓜电击器AED 在救护人员未抵达前 旁人可以透过语音 图示辅助操作 保握黄金救援时间 如果在一分钟内电击 急救成功率可以达九成 特别要呼吁乡亲 只要出现胸闷胸痛 或是冒冷汗的现象 就要赶快救一 或是拨打119 在黄金时刻把握救援 记者凌桀花丁市采访不到